日本語學科 哈囉,我叫石欣 我是橫濱設計學院日本語學科的一年生 我是今年三月底來到日本 今年三月初,雖然我聽到地震的消息 但是我仍然決定三月底要來到日本 我這樣的決定是因為 第一,我覺得實際的情況沒有像新聞上報導那麼嚴重 第二,我覺得台灣和日本的情侶非常深厚 像在這樣的時候來到日本 我覺得能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幫助這個國家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在日本有很多可以讓我們學習的東西 像是日本人的生活習慣 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 都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 此外,我覺得 學習一個新的外國語 什麼時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 這是我想跟大家說的 謝謝 你懂得嗎? 和世界 communism 總ją 只要小心 如果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